5月2日,全国现有确诊病例连续11天下降,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2例,为通报以来最低。 但近14天,有10个省份报告了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,提示,疫情反弹甚至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。 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,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同时,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防控工作。 以上是疫情情况,再通报两个情况。